恐怖多一點 剛聽到這個電話的時候 也有一位師傅回應 就是劉定立師傅 也很好 即時收到訊息 祖師爺的訊息 不如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未消化 所以我这些文猛来的 稍后读错词就请大家原谅 好 我立刻传出来了 有次事 迷迷茫茫 范茄阴 不知识尚 好 亦妖 非常 疵上 如一同 唯有佛力心中沉 Emman A 你的粉丝和他的意志都有问题 我也觉得 是有的 怎么样 这个祖师爷的讯息迷迷茫茫 真的 是那个情况 不是假的了 这件事不是精神有问题的了 是很明显影响了 令到 儿子 妈妈都有影响 不知识尚 好逆遥 大家帮忙解一下好吗 非想思想 如一同 是不是有很多古灵精怪的想法出现了 不贴地的东西 令到有一些外来的力量利用了它 可以 唯有佛力心中沉 就是要向佛道那边求助 佛法方面的求助 如果是这样的话 好 好了 给了这个 基民出来 我希望他们都看到了 好吗 只要 他认为那边 愿意停下 又相信 师傅所说的说话 我们先开这个框架 好吗 OK 来了 如果大家都是 相信泰国的四面神 又觉得 哎呀 怎样去还神 当然香港其他地方 可以去还神的 荃湾也会有 但是现在这个在市中心 还要是大家认识的 一个师傅的一个坛 又觉得挺有趣的 不如带大家去看看 在 闹市之中的四面神坛 怎么样呢 今天呢 就是2020年最后一天的天赛日 什么叫天赛日呢 天赛日最后祈福 跟神明说 我做错了什么 希望祈福是最好的 所以今天我就来到这个地方 为什么要来呢 因为我很想拜四面神 因为现在就飞不了了 我知道香港有一个 全身拜四面神的地方 一起进来这个地方 看看吧 潘生几位 你好 你好 为什么站在这里呢 其实很多人就以为 这里是周信心或者周大哥 其实不是 你好似的 你好似的 这里是拜神的 其实本身我们一直很想 找一个地方去拜四面神 是 有一些露天可以简单一点 转到香 室内有冷气 不用那么辛苦 所以就特地在佐敦 租了这个地方 就希望大家可以舒服一点 这样来拜神 哇 厉害了 周发源师傅一个全身的办公室 你看看 哇 真是几堂皇 那你进入了什么货 其实很多人就问 如果我最简单 想求一个运气好一点 除了拜祥还有什么呢 可以带一个皮丘的 是的 皮丘是吸材的 所以我们就有很多 不同的皮丘款 或者少少泰国的饰物都有的 好厉害 你看这个整个装囊 你觉得是不是真的 好像去了六福 周生生 一定厉害很多 这里不是周生生 这里叫周发源 哇 这些东西很厉害 很漂亮 其实说的是拜四面神 当然有四面神的饰物 是的 OK 哇 这里真的不惹小 这么漂亮 是什么来的 其实这里就叫做点佛灯 佛灯就是把你的心力 将你的心意献给这个神佛 神佛知道你的心 去照着整个神坛 佛台这样的话 它就会有它的宗教的力量 令到它的感染力 令到你的运气好一点 所以呢 我看到这里有几尊神佛 是不是 这里就是摄华尼佛祖的弟子 就看着所有灯 没错 看着所有灯 他就会看着所有的佛灯 OK 好了 要先走出去看看 哇 在露天的地方 真是没什么可能 在香港有一个这么漂亮的露天的地方 市区 没错 闹市 地铁站上去 看到一个四面法 多厉害 这圈四面法 可不可以讲一下历史 怎么请回来 其实现在在泰国 很多地方都已经不允许再运佛像出来 所以我们就特意在香港 找人打造了这个佛像出来 就是全人手打造 然后就请在香港住了十几年的 泰国高增 去帮我们做一个开光的仪式 是 经过它开光之后 我们每一次品神 这个四面神 就会看一看 咦 这个信使 究竟是想求什么呢 他就会听到 是 好了 那我太久没有拜四面神了 是 那现在来了 你教我拜一拜 好了 那这些花大家都见过 是 都准备了 没错 OK 那些香有点不同 就每一边七支 七支 是的 四面神就创造了七日 所以每一边七支就敬奉于他的 OK 对 到今天为止 其实那些朋友都不知道 其实顺时针还是逆时针 和每一面所求的东西是否一样的 你问得非常好 如果你觉得自己做的行业 是一个很循规度 很招感硬简单单的工作 就应该顺时针 就是打工仔 如果你说不是 做生意 或者是求偏才 又或者是做很多佣金的东西 我就可以逆时针 OK 但记住 每一边的四面神 都要拿起那个花 拜三下 最后就回到第一个那里 那正面是什么呢 正面呢 我们会看到 它有个佛珠 还有一个经书 经书 其实是说 它的法力无必 还有 它正前方向有一个 我们叫金路 那张金路 其实很重要 因为它等于有求必应 一个人在最困难的时候 有一个金路敌给它 好了 前面是总运 那接着这边 第二面 第二面 第二面我们看到它有个权像 其实就代表它是权力 譬如说 你所求的东西 和权力有关 就要求这里 那就是等于可能升职 或者有新功请 是要有权的人去照着我 所以就要做这个动作 好 好 第三面 对了 第三面非常重要 因为你表面上看 它好像什么都没有 其实它手上握着一个骤轮 骤轮的意思 就是代表轮回 我们为什么要轮回 就是因为 我们想我们的运气 可以转来转去 比如假设 我们现在走一个运气 我想转一个好运气 就在第三面 那如果已经好运气 会否转走好运气 好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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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运气就更加好运气 对了 好了 第四面 没错 第四面 我们看到什么呢 就是看到一个海螺 海螺 其实很多时候 人们会用来听东西 有没有声音 其实在宗教的角度 就是等于一个人的福气 是 如果有福气 会来 就应该拜第四面 没错 人人都需要福气 没错 没错 师傅 刚刚听你的说法 跟我们认知有点不同 没错 爱情 事业 金钱 其实在宗教的角度 无论钱 或者财运 都是和福气 或者金路有关 所以你求的东西 在第一面 和第四面 已经包括了爱情 和财运 是 那师傅 祈求完之后 通常都要还神 是否才灵验了 没错 但是香港 你没有那些女生跳舞 这里 我们这里就做不到这件事 做不到 但是如果你说需要还神的话 就要用一对跳舞的公仔 代替了 行献给四面神 因为四面神喜欢热闹 所以他只要看到有人跳舞 是一种敬意 那我们还神的时候 当然要有花 和有一对大笨象 就过来向着四面神 就多谢他 令到我的愿望成真 把这些东西放在神台上 但我建议你 是 遲些真的找香港的泰国女士 是 可能两个小时 兼职过来跳舞 哈哈 那我们找一个 赛民的人才行 找Frankie 找朋友 没错 香港有这样跳舞还神 你都要读一无二 这次很好 因为你去泰国 你知道很多人 是啊 我真的看不到四面神 其实拿着什么 没错 没错 现在就可以很近地了解整个四面神 没错 结构是怎样 还可以在香港 没错 没错 你真是厉害了 希望各位顺顺利利 我们难得在佐敦找到一个这样的地方 好 希望可以多些人上来 也都希望四面神看着香港 没错 令我们疫情快点过去 人人都可以按据乐意 建议康康 那今天为什么会做这件事呢 其实就 不止我拜访了周佛言师傅 因为刚刚他的新办公室 我听到他说 今天就是最后一个天社日 原意就是说 好了 你做过什么 想和上天 其实本来应该是拜月王大帝的 传说就是这么说 但是我问过师傅就说 其实不是只有月王大帝的 只要你平时去开 你拜去观音 拜去四面神 王大帝 你都可以和你的喜欢 或者相信神明 作一个忏悔 和祈福 今天这个力量是特别大的 于是我就想 真的没有什么机会去 四面佛 去还愿 或者拜 我们想起师傅 不如这样吧 就去参观一下 所以就拍了这件事回来 另外 我其实今天完了之后 我都去了天后 我也经常去 那就是炼花公 拜观音 做一些仪式 因为今天天社日 你可以去哪里 再去做 那就发现了一件事 那由于炼花公的神明 和人能够比较接近一点 你可以去到很前去拜观音 那你会看到有些祈福的东西 那些人就写了一字 那我看到呢 那我看到呢 原来有人呢 就帮余慕莲姐姐呢 就写了一个 是的 祈福的一些文字 那这样 希望她身体健康 那这样 那接着就 看到也好消息 是的 余慕姐现在就稳定了下来了 那应该都好像 度过了一些危险时期 那这样 那都 是的 应该是神明照顾著 我相信都是这样 那所以看到今天一个牌呢 就是有人为余慕姐做了一个祈福 那这样 那所以都是 只要你相信哪些神明的话 你和她有缘分呢 那她也会相对地 给你多一些好东西 我相信会这样 好了 那 听个电话先 黄小姐 你好 你好 今天我也去了车工庙拜神 是吗 你就是知道这个天社日 是不是 我不是啊 我保平安 我妈出入平安 还有疫情快点过 OK 好啊 首先呢 我有三件事想说的 第一件事呢 就多谢你的节目 因为呢 在你的节目里面 就学习了很多东西 还有呢 可以帮一些朋友 有个平台去解决问题 尽量啦 我也希望 是啊 没有说 100% 或者是完美的一件事 尽量帮到手去做 那 我觉得我认识你 认识得遲 因为呢 我为什么会认识你 你的节目呢 因为是 我的朋友是 分享了你的Facebook 那我看了 接着就 要收费 那我也有了 你们的Member 好 多谢 好 有什么分享 第二件事呢 我上两个星期 听到 3132集和3137集 有个Carmen 不是女女 在酒店那里 我不知道是医院的酒店 那里就过了身 我听到她 很迷茫 是 为什么 我心里很吹 因为呢 她现在的情况 就等于我 七年多前 我老公过身的时候 是很不知怎样做的 嗯 那这里呢 我就想跟她说两句 我希望她今天也听到你的节目 是 那我觉得呢 Carmen 你不需要再去问任何东西的了 你呢 自己呢 即是 你的女儿 案件完了 她自然会走的了 嗯 还有呢 你最好呢 就去听佛经 还有做义工是最好的 最好可以帮到你和你的女儿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待会我说回我老公去世的时候 的灵异事件 你就知道为什么 OK 那七年多前呢 我老公呢 就是一种交通意外 突然间去世的 是 那一天呢 她就刚刚在印度出现出业 出现一个星期的出业 即是在印度回来 嗯 那一天早上呢 就很奇怪 那一天早上呢 我起床遇上的 那一天早上上班 就上班 因为那时我在中环呢 有间店铺 嗯 那还没用美甲的 那一天呢 那一天呢 我就这样起床 这样就 听到 不是听到 其实不是听到 是心里面 有个感应 去到老那里 好像有一把声 跟你说 喂 不如你在家里 煮个早餐给你老公吃 接着我以为自己和自己说 那我就说 蛤 我很忙 今天很多预计 我没有空 就是自己和自己说 那时候我住在大嶼山那里 南部 那我就回到东涌 坐地铁去中环 嗯 到九点钟 到东涌 又是这样感应到一把声 不如你在东涌 跟你老公先吃个早餐 哦 接着 那我老公就WhatsApp给我 他说 I'm just landed 就是刚刚在机上拍了 咦 对啊 大家都在东涌 那我就这么巧 接着我不行 我十点钟 我有booking 我九点钟在东涌 我一个钟后 刚刚回到香港 那我就miss了一样的 直到我忙到十二点多 那我打给我老公 不是打给他 是WhatsApp给他 我没有打到 那他没有 又没有回应给我 那我其实 那我约了我朋友吃饭 我吃到两点凌 嗯 中了 两点凌三点 三点 三点十四分 吃到三点几 因为那时是硬吃饭 嗯 接着呢 就收到一个电话 是警察打来的 哦 其实用我老公的电话 我还说 咦 你去哪里 我打一声 通常电话给你 就是WhatsApp给你 你为什么不回覆我 接着呢 警察在那里 你先生出了意外 在大嶼山 嗯 接着我就 因为我先生有糖尿病 我还很鎮定 我说 喂 他有糖尿病的 你麻烦和他送去医院 你不要送去煤窝医院 嗯 接着就 他就说 你现在在哪里 我说 在我公司楼下网址 总之你跟我送去 我没有想着他会死 嗯 但是当他说给我听的时候 我是休克了 我是暈了一会儿 哦 接着我醒了 我立即打电话给他 那死因是什么 撞车嘛 哦 sorry 撞车 接着就 打电话 我还好问 我应该是坐船 还是坐车回去 煤窝 嗯 接着我拍着去煤窝医院 那里 煤窝医院 接着呢 那我去到 当然我是很伤心 我走都走不找 幸好我姐姐那天就来探我 就陪我过去 那有吴大嶼山的村民 那又驾车 又马头驾车到我去煤窝医院 那里 那个诊所那里 那我去到 嗯 医生都不让我见 因为怕我太伤心 但是我扮证定 那我去到那个延伏 即是他们的庭司间 嗯 我是听到 我不是感应到 我老公说 我在私灵 我在天花那里 接着我再去说 你在天花那里 你还回不回来 我还是第一眼 看到我老公的身体 我是按他的心臟 嗯 我想着我可以救活他 我不知道为什么 有一种很强烈 我可以救活他 嗯 接着那个 警察就很大力的拔开我 和我说一句 他很痛的 你这样按他 我立刻不敢 不过已经被我按到他的口痛 鼻都出血了 太激动了 你 是很激动 很激动 那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办 嗯 总之我在庭司间 那些人叫我出去坐 坐回去我又要去看 因为我是很不捨得的 因为那一天呢 因为那一天呢 是我 他订了一个 英国对威尔斯的篮球 在这个 大球场那里看的 是一个月前已经订的 那天很开心 打算帮员工去看 接着我就听到 有感应到 不是听 是感应到他说 你还不去大球场 接着我还会答他 你死了 你去什么大球场 这样 嗯 其实呢 在7149日里面 其实很多事情发生 是很不可思议 都解释不到 但今天我最主要是 想安慰Carmen 嗯 为什么呢 当案件结束 就会 就可以 就会 超脱了 是的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 我告诉我们客厅 这个经历 或者7149日里面 发生的事情 他会觉得 你老公死了 你是不是傻了 嗯 直至有一天 我收了自己两年 是 接着有一天 那我朋友就在东涌那里 就有美容院的 那他说 不如你出来做一下 你不要常常困住自己 嗯 但是那时候我都开始 有做义工的了 就是 没多久 半年后 我都开始做义工 去帮自己 因为那时候我还没认识你们 而且我不知道自己 怎样去收回我自己的 内心的感受 那我就唯有在义工那里去 分散住热 对吧 分散住热 直至有一天 那我女儿来收隔 那我又像小孩 打对面坐着 收隔 我又感应到那把声 我经常叫这个是天使的 那他就说 喂 你女儿有没有查理 我说 咦 那我跟我女儿说 我打对面 我听到我左手边的耳朵 感应到 左手边有个人跟我说 我问你有没有查理 就是帮你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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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指着他去那里 就说你有没有查理 然后他跟我说没有 然后我很激动 你为什么这么大个人都不查理 你已经有男朋友 你为什么不可以不查理 那我就好像很疯了 然后我很害怕 那他立刻 因为他做国态 他就立刻按电话 就预订了他们的医生 我预订了 突然查理 谁知道第二天 他就查理到 他的志工黏着一个 就是黏着一边 就是黏着一边 就关了10cm 乘1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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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所以呢 我为什么会 带出这个 真人真事 在我自己身上发生 其实呢 我觉得很感恩的是 Carmen 她的女儿 走的时候 她看到她的女儿 说 goodbye 其实我很感恩 就是等于我七七四十九日里发生的事情 嗯 很长很长 但是呢 很感恩 神呢 带我上去见到我老公 哦 你见到一次 我哭得很厉害 我是每天都流泪的 是不停地流泪的 而且我一下那个月呢 我是瘦了十多 时间关系 你可不可以说 轻轻很简单地说 你老公怎样回过来 或者有没有移动过那些东西 或者是 有 亲吻过你 最后说 goodbye 有 有 简单地说 我讲了几样特别 我是最深刻的 她有支标的 嗯 她那时候呢 她出了ship之后呢 她那支标是拿去弄的 嗯 她就 她保护给我 我Ferno一定要很简单 我只要五样东西 我要casual wear 因为她平时上班要穿西装 她说我不喜欢穿西装 我要casual wear 穿着波鞋 买一盒巧克力给我 带回我那支标 嗯 就是这样 好 然后呢 我说死了 找不到那支标 那天六点多还不分 我说很累 因为实在早上我要搞她的东西 就要写出差館 那我就很累 我说那天呢 我说六点半了 我要睡觉 我说 吞晓早 我去你书房 我再和你找一下标 嗯 然后呢 因为她爸爸和她弟弟来过来家 就我觉得她弟弟会拿回去英国 但是就 后来我问她姐姐 她说没有 那我就很奇怪 我说我不找了 我今天真的很累 我明天六点起床 我就和你去书房找 谁知道第二天是书房 她那张纸 是repaired 即那个修理的张纸 就在桌面那里 但你一直看不到的 没有 所以你是不是很神奇 还有我呢 她自己那时候呢 我是找些文具铺 有些英文字 英文字 数字 我是一粒粒那些 我是在那里和她聊天 她是疑 疑 嗯 那你有没有觉得她回来 有 绝对有 因为她只是我 不是 她没有摸我 但是我看不到 然后呢 整件事很高 是啊 是很多 因为多到不得了 所以我很心疼 现在觉得人鬼情未了 是啊 人鬼情未了 她看到我看不到 有时候我会开口说 哦 not fair 真的不公平 为什么你可以见到我 我看到你 但是到七七四十 不是四十九天 是四十八天 因为她的身体 要送回英国 哦她是我个人来的 是吗 是我是英国人 哦 接着七四十八天 那天早上 我五点钟起床 那么呢 她就 七点几 就要 即我七点几 就要坐飞机去英国了 但我五点钟起床 我其实呢 是安装了 每一些白蜡烛 我门有一枝 我是到处都安装的 我是怕她回不来的 那时候是一个人 我很害怕 我是怕她回不来 还有呢 我是要一个人在家 我不让那些狗狗 我不让我的工人在我家 因为我要感受到她 嗯 而且我不怕那些狗狗 会吓到她 会回不来 ok 接着我七十四十八 那一天呢 我五点钟起床 那些蜡烛呢 不是很平 不是很像平时那样 一行那样流的 是那么多支蜡烛 都是两行眼泪流下来的 好似哭 每一支蜡烛都是 是不是很神奇呢 嗯 接着呢 我去厕所 就锁洗 平时呢 她在婚前的时候呢 我在厕所锁洗 对着一块颈 她会站在我的后面 嗯 她会照着那块颈 啊我们不要趁了 这样说的 接着呢 那一天呢 我五点钟起床呢 我是突然间打了个冷震 对着那块颈 我是直接感觉到 她是站在我右手边后面 是的 嗯 但是我是看不到 当然我也很想了解一下 中间的事 那几十天 四十几天的事 但是 整件事我觉得最重点 要留意一件事就是说 当你收到一个讯息 其实 嗯 很有趣的 在这么重要的关头里面呢 你平时可能不高灵的 但是不知为什么 就是她突然间收到这些讯息 第二 人因为现在我们太多事做了 很多理性的事 会覆盖着我们 那些突然间 爆发出来的想法 大家觉得那些讯息 不是的 假的 是不是 大家不理 嗯 就错过了这个机会 她想和你吃个早餐 嗯 其实是有原因 是啊 到现在我就知道了 所以我觉得 加文你不常担心 也不想问迷 因为我问迷 有问过 在屯門那里 神讲的部分 其实是真的 但是当他上身的部分 是假的 嗯 是啊 即是你开坛神 附基那些 说的东西 他撞心地 整整的 在哪里 他说话 是真的很准 但是当他上身那一刻 那些就是不准的 所以我觉得 不需要 不需要 因为 始终是有原因 是啊 没错 有原因 每一件事发生 都是有原因 这是天使跟我说的 所以叫我不要伤心 每一件事发生 都有原因 所以你要自己去做多些善事 为什么 我女儿那时候 他的房子10CNN10CNN 他差一点 是要子宫和个卵财 都要割了 那就变成没有BB生 他本身割了 是吧 是因为 你们去做善事 其实当你做这个义工呢 不是你得着 不是帮别人的 即是 是你自己得着 不是别人得着 是你当你做义工的时候 你除了自己 继组福布 给你的下一代 还有你是开心的 你给他们更加开心 是 好 好 多谢你的电话 也是那句 活在当下 还有 有时想做那样东西 突然间想做那样东西 想见一个什么人 去做了什么事 喂 不要想 随心 一定要随心 不 我觉得 我心想要这样做 就要去做了 是啊 所以我现在是学会了这件事 因为不是一定有机会 你可以再有机会做这件事 是啊 是的 其实你的节目 我只是在这个疫情 我才听到你的照片 就认识你 是啊 所以我觉得是很好 继续好下去 好 多谢你的分享 希望你的故事 都影响到其他人的想法 或者他仍然是 在某个位置 想不开的说话 希望你这个故事 都可以令到他们 跳出这个 这么困难的时候 好吗 是啊 Carmen 加油 好 多谢你的电话 OK 拜拜 好 那 都开心 相信他经历过一些时候 今天说到这番话 不是容易的 都相信是一段的时间 是的 一两年的时候 他要经过一两年 但如果今天你有机会 听到这个节目 或者刚好 也都同时发生这些说话 希望你的双动 可以同时 能够 快点减轻 因为你 继续不开心 继续去 眷戀着你身边的那些说话 同时间 也都是 令到他走不开这个环境 好 今晚我们谈到这里 哎 不是啊 有补充 有什么补充 我收到 刘师傅的 留言 先看完 好吗 因为刚才一路呢 听这个故事的时候呢 那就 太过专注了 那我收到 刘师傅的留言 那不如 先看完 好吗 说了个原因 刚才那个案子 真的 儿子 被女鬼看中 化于梦中取其人气 女鬼又色相 儿子受惑 座于痴迷 不能自拔 其母信若 迷而不信 信而不见 亦堕网海 哇 原来是这样啊 原来 原来他儿子被女鬼看中了 哎呀 不能自拔 哎呀 这样的情况 好了 那我们看看事主 你如何消化这个信息 好吗 我们再follow 明晚再见 拜拜 不同的空间 却因为机缘的巧合而生关系 众生在互忘 但愿不相干 好吗 好吗 车子 那什么 我地的 我地的 是 东西 真的是 我地的